2024年6月17日凌晨 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警察唐某强带人 在他带的人应该就是解访人员 就是那种协警啊保安呀 是吧这一类的 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拦截上访人 叫曾波等人时 应该是属地管辖的原则 是吧哪跑出来人 哪的人来给劫回去 说好听点叫劫回去 这个一定是重庆南川的人 叫曾波等人时变道 开着车啊 开着开着车突然变道 追赶上访人 造成重大交通事故 导致八人死亡 这个当时被拦截的三个人 正乘坐在一辆白色的出租车上 突然一辆北汽 北京汽车出产的啊 北汽十二座的商务车 在高速路变道 加急追赶上访人乘坐的出租车 随后被后面行驶而来的一辆大货车 撞翻车上八名 解访人员当场车毁人亡 这是好事吗 是吧 解访人作恶多端呀 前些年是湖北还是河南的上访的 在北京被截回去了 弄了一辆也是中型面包 这哥们身上藏了把刀 路上就把解访的人 好像不是警察 可能保安给扎死了两个 这是前些年 至于这个解访人员 把这些上访人员给关到驻京办之类的 或者小旅馆黑监狱打 甚至强奸 是吧 甚至给打死 非法拘禁 虐待 那是非常常见的现象 非常常见 前些年有一个人 有一老头 就在那个 那个那个陶燃桥南二环 因为陶燃桥的东北角 就是永定门西大街 就是国家信访局 那老头拿了一个 类似于手榴弹的东西 可能就是个玩具 它不见得是真的 99%不是真的 像手榴弹的那么一个东西 在桥上 马上这个北京市公安局特警就来了 拿着那个巨机步枪就对着他 不知道最后老头是投降了 抓起来 还是一枪给老头打死了 那就不知道了 反正干这事的人 干解访的人都挺缺德的 他们都在永定门啊 都在这个 还有在哪呢 在广安门 广安门 广安门是国务院的监察部 还有平安里西大街 46号的中纪委 还在那个月潭北街 其实月潭北街 也是国家信访局的一部分 绝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我是知道的 月潭北街也是国家信访局 国家信访局是两部分组成的 原来是中央信访局 中共中央的和 和这个 这个这个 国务院的 后来合并去 后来合并去 后来合并了 这个 说到这儿 我的把兄弟 我在河北省 任秋县 上学 上小 一年半 我有一个九个人的把兄弟 我们的老九 他就干解访的 还干的比较出色 出了一些成绩 后来给他生了 还生了我老家所在那个镇 还当了副镇长了呢 这种人官运亨通 是吧 去年 内蒙古 呼伦贝尔的 是呼伦贝尔地区啊 还是那个 那个 阿荣奇啊 阿荣奇是扎兰屯啊 是牙克什啊 反正那边 那个 那个信访局局长说了 啊 这都录音 都有录音 咱没给造谣啊 打 造死了 给我打 不要怕担责任 什么老人 打 孕妇 打 都给我造死了 弄 你看他说这种流氓话 是吧 直到今天 俄罗斯这个侵略者 仍躲在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的掩护下 他有特权啊 武昌啊 别人拿他没招啊 凭借不受限制的否决权 躲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对联合国系统的信誉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立陶宛总统 脑赛达 波罗的海三小国 最大的就是立陶宛 然后有爱沙尼亚 拉托维亚 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立陶宛最大 然后呢实际上现在叫波罗的海四国 还有波兰 波兰又比这三小国更大 实力更强 这四国是支持乌克兰最坚决的 因为他们都跟俄罗斯有接壤 都有接壤 其中 爱沙尼亚和拉托维亚 是跟俄罗斯本土 这个立陶宛和波兰 是跟俄罗斯的飞地 有一个飞地 叫加里宁格勒 原来是东普鲁市的 科尼斯堡 那是德国的地方 当然你要往前捣根 那原来也归过瑞典 也归过波兰 也归过立陶宛 是吧 你说 归谁都行 反正就不能归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侵略成性 到处杀人放火 抢别人的土地 他搞种族屠杀 可以说是事前毫无征兆 那是相对于屁民屌丝而言 最近两天 中国的股市 又有很多人 也赶紧开户 吵 你等着吧 这是阴谋 对不对 联想到前一段时间 许多的金融机构的领导 和还有1100多位 上市公司的高管 一个接一个的辞职 我有点醒过闷来了 按照规定 只有离职才能卖股 你离开这单位了 你才能卖股票 几个月前 他们都知道信了 要大放水了 你才能卖股票